糖 江南好 风景就曾安 哇 爷爷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这是一首写江南美景的词 叫一江南 江南 我没去过 江南的美景是什么样的呀 你们可以去问问诗人白居易 这首词是他写的呢 团子 我们快走吧 葫芦葫芦是光机 快快带我去那里 这是哪儿啊 你好呀 你们好啊 请问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画的江南美景图 江南美景 我们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了 你画得好漂亮啊 哦 画画了 快看啊 这里和画上一模一样 这里是 这里就是江南 我的老朋友白居易很想念江南 我就把江南美景画下来送给他 给他个惊喜 白居易 你们知道白居易 哦 我们很想见见他 你能带我们一起去找他吗 当然可以了 可是需要好几天才能到 你们能坚持吗 嗯 几日后 他们终于到达了白居易家 张园外 在里面请 老爷在花园里 这曲子真好听 老爷正在里面弹琴呐 老爷 有客人来了 白居易 自乐天 唐代著名诗人 文学家 张兄 好久不见哪 是啊 白兄 张兄 他们是啊 这两位是我刚认识的朋友 他们说想见见你 我就带他们一起来了 原来是这样 我让家人准备些韭菜 咱们边吃边聊 请 真好吃 张兄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我们从江南来 江南 我曾经在江南住过几年 那里的风景真让人想念呀 花儿 比火还要红 江水像蓝草一样绿 我多想再回到江南呀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 白兄 我知道你想念江南 所以特意为你画了 江南美景图 你看 比火还要红的花 还有像蓝草一样绿的江水 没错 没错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江南美景啊 江南美景图 江南好 风景九层岸 日出江花 红生火 春来江水 缕如蓝 能不宜江南 日出江皇后生我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能不一江南 你们俩唱什么呢 爷爷 我们再唱一江南 原来这首词还能唱呢 是啊 词和诗不一样 句子有的长有的短 配上曲子就能唱了 爷爷 我们教你唱一江南吧 好啊 诗文小天地 嗨 小朋友 你去过江南吗 想知道大诗人白居一眼中的江南 是什么样子吗 跟我一起来看看 一江南吧 江南好 风景就曾安 白居一曾经两次在江南做官 对江南的风景很熟悉 到底江南的风景美在哪里呢 日出江花红盛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蓝是蓝草 但它是一种绿色的植物哟 这两句的意思是太阳出来了 照得江边的花比火还要红艳 春天来了 江水像蓝草一样碧绿 江南的春天美得简直像一幅水彩画 能不易江南 这么美的江南风景 白居一怎么会不怀念呢 小朋友 你喜欢诗中江南春天的美景吗 有机会的话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欣赏美丽的风景 回来后把它画下来哦 嘿嘿 好儿歌 江南好 风景九层暗 日出江花红盛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能不易江南 春天我们一起郊游去看江南风景 阳光透过树荫洒在水面拨光灵灵 春天我们一起郊游去看江南风景 阳光透过树荫洒在水面拨光灵灵 江南好 风景九层暗 天出江南 日出江花红盛火 日出江花红盛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能不易江南 春天我们一起郊游去看江南风景 阳光透过树荫洒在水面拨光灵灵灵 春天我们一起郊游去看江南风景 阳光透过树荫洒在水面拨光灵灵 江南好 风景九层暗 日出江花红盛火 春来江南 日出江南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能不易江南 岂南偶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月 freud 事故